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余先生27岁来自安徽销售顾问 女嘉宾张女士23岁来自安徽销售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刚才我们镜头记录下来的是 你们来这个节目之前的一个生活场景 是这样吧 是的 今天为什么来啊 还不是这个人 性子就那么磨磨蹭蹭的 一天到晚就知道在那里玩手机游戏 我也不知道您的游戏有什么好玩的 就说我们这次到这来上这个节目 我俩车票还不在意车厢 车票当时也是他订的 我当时就跟他说了这个情况了 我说我们两个这个不在一个车厢 他当时跟我什么反应都没有 到上车的当天他就跟我说 哎 怎么咱们不在一个车厢 哎 你既然都发现了车票不在一起啊 主持人是您的话 您是不是当时就跟我说一张叫 我直接改了呢 你又没说 我当时跟你说了 你根本就没说这事 我当时跟他说了 说我们俩不在一起 你说了我会不改吗 我不肯定就改了吗 你又没说 那里什么事情都依着我来 我要你干嘛的 行吗 那后来怎么解决了 各做各的 就只能各做各的 而且那天我还特别不舒服 肚子还特别疼 在车里面给他发微信 我说我肚子疼 特别特别疼 很难受 他就回我两字 忍忍 他回了两遍 这是对女朋友的态度吗 因为我们那个坐的动车 是一到八是一节车 然后九到十六是一节车 他在七我在十五 我当时我想过去找他 也过不去 因为中间不在一节车上面 我就说那你忍忍 到站了我们再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那在车上火车上 我也没办法 我怎么能叫他停火车呀 对吧 高点上面不也有热水吗 你就是多带一句 那你不行 你去倒杯热水喝一喝 不也行吗 你也不说 我听着能不起吗 你看他现在就跟我来这套 平时他在家的时候跟我说 我肚子疼不舒服 那我自然而然就回一句 多喝点热水啊 不是 跟你们一样吗 一个在高点上 一个在家里 他当时就跟我拔火 你知道吗 那在车上我不说 你不怪我 不不不 再不说车上这点事了 不是都过去了吗 都来这了吗 你们俩为什么上那个火车 到咱们这来 这个人讲话永远抓不住重点 不是 你还好意思说我 那你自己平时不也强迫我 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吗 我什么时候强迫你做 你不喜欢做的事了 比如之前有一次 他就是有同事聚餐 你知道吧 因为他的同事都是女同事 然后我心想 我去着不就也不合适 对吧 我也插不上嘴 而且都是他朋友 我也不认识 那去之前不也问过你了吗 又不是没问你 但我之前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同事聚会 我就不去了 对吧 主持人我跟你说 就这件事情 我还真有个证据 有我们俩聊天记录协评 还要出示证据啊 对有 来来来 你看看 我都说了去 去哪 他说知道了 我说你愿意去吗 去 我说不勉强吗 不 你都答应我去了 怎么就 事后又来跟我反恐呢 我当时如果说不去 你当时不就跟我发火了吗 那你怎么知道 你说我不去 我就一定发火呢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一起玩 因为我们之前是玩桌游游认识的 知道吧 火会发火都是你自己猜测的 什么叫我自己猜测 那你自己当时 不是你当时他不发火 事后发火不是一样吗 不是我当时我没有发火 我事后我只是跟他讲道理 我说以后你这种 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讲道理啊 对啊 我那时候我不是怕他发火吗 我心想 那你不去了不是更发火吗 你看看就永远抓不住重点在哪 我就因为怕他发火 我就是因为怕他发火 去没去啊后来 去了呀 去了不就完了吗 你们俩 他是去了 后来回来之后就跟我两个吵了 就开始不断地说 算是他不想干 我又勉强他了 我说我什么时候勉强你了 行你们俩说了两件事 他说的是他被勉强 对吧 对 你说了他找后照 是这意思吧 是 这跟抓不抓重点没什么关系 往下说还有别的 因为我们之前是玩桌游认识的 我们经常去一个桌游吧玩桌游 然后玩完了 基本上都晚上十一二点这样了 他要去逛夜市 逛夜市我能理解对吧 比如说你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逛一逛 这都很正常 那他去了呢 就逛一圈 啥东西也没买 然后就回家了 就纯逛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逛格 你听明白他这意思了吗 他的意思就是 不买东西不能出门逛街 不是都十一二点了 大晚上你说白天的时候 我陪你逛街不也就算了吗 对吧 但夜市又是不就晚上逛的吗 我问一下啊 第二天你上班吗 第二天休息 你也休息 对 陪着逛不就逛了吗 逛都逛了 你还事后 他回回都是事后 我主要跟他讲 你愿意跟他逛街吗 不怎么愿意 说实话 但是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需求 我都尽量满足他 你少说我 你老说我勉强你做那些事情 那你自己呢 主持人我跟你说 你看他现在一个阿尔多斯大小伙子 说实的干干净净净 轻轻爽爽帅帅气气的吧 你知道他平时都穿什么吗 布鞋 那布鞋 起码只有五六十岁的人才能穿那个鞋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穿衣服啊或者穿鞋 你少来你少来 你有本事让大家看看你那双鞋 那个鞋我也拍到照了 我觉得还还行啊 这鞋能是个二十多岁小伙子穿的吗 因为当时大夏天呢 我就想穿一双比较透气一点的鞋 穿着自己舒服嘛 对吧 他不要让我穿什么运动鞋啊 摆着啊那种都不透气的 那我不还是为你好看吗 我那天在家 我们当时约好了去桌游吧玩 一见面他就给我摆脸色了 不是你穿的都是什么呀 那我自己穿衣服 自己穿鞋 我不就穿着自己舒服穿吗 那我自己都打扮得漂漂亮亮亮的 好不容易跟你约词汇 你穿着布鞋 穿着什么衣服啊 就直接过来了 那我穿着我自己穿着舒服就行了吗 他还好意思说 那天不仅鞋穿的不对 你胡子管了吗 那我当时你也没必要 我人都出门了 你还叫我回去换 那大老远的我们都到市中心了 大老远的跑一趟 然后不行 给我回去换 那啥你出门之前不换呢 衣服裤子鞋全都给我换了 然后我们又回家 然后又重换 然后又再出的门 你说这不耽误时间吗 那我是不是跟你之前就说过了 那鞋我不喜欢 你穿着特别丑不好看 行 他觉得你没合他的心意 你觉得他没合你的心意 还有别的吗 关键是我天天帮你这么搭配衣服 搭配鞋子 不还是为了你能好看吗 我觉得我之前就挺好的 虽然我有他之前的照片 就没跟我在一起之前的照片 你们可以放出来给观众看看 您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搜集这么多的证据啊 你看看你看看 老头衫还有什么这个 五岭的 这什么大衣吧 我都不记得了 当时冬天穿着羊毛衫暖和吗 那就是跟我在一起之后 您觉得我像换个男朋友了吧 你看这一张是怎么回事 前两天他回老家一趟 我不在他身边就成这样了 咋了 没什么区别啊 没区别吗 我特想问你一句 这照片都是我拍的 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有了你 他换了一个人 对不对 对 你喜欢他是喜欢他 最早认识的他 还是喜欢换过人之后的他 那不肯定之后吗 那之前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呢 那之前还是 你嫌他丑 你嫌他不好 你嫌他拉他 你让他做你男朋友 那我有信心把他改了呀 哦 所以你特委屈 是这意思吧 是吧 而且平时你这样 是啥事啊 你不会说我不愿意这样 我就愿意那样吧 你一边接受 一边有那个 你要干嘛呀 那是事后 我不是跟他 因为当时我 你每次都是事后 每次都是事后 我事后跟他讲道理啊 对吧 我又不是 只要跟他吵架 你不知道 有些道理 不需要跟女同志讲吗 我要服从 不要讲道理了 今天来这就话多 你讲什么道理啊 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次他打游戏 打游戏 特爱打游戏 第二天 我特地调的修 然后带他回家 结果他在网巴 跟他朋友开黑 都12点多 接近1点了 还在那打呢 我就实在气 我就跑到网巴去 把他那电脑给关了 你在他干嘛了 是个男人 都干不出来他这事 大半夜的跑了 没办法 我就拉着他朋友 一家一家网巴找 都在网巴里找了他 非得把那局游戏给打完了 当时他来找我 我当时我朋友就坐在我旁边 他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得很清楚 我说等我把这局打完 我就立马就跟你走 好好说话 对吧 然后他就不行 就开始闹 闹我键盘 闹我鼠标 就不给我玩了 我说你 你能不能等我这局玩完 我这局玩完 我就跟你走 也不耽误明天的事 你不要打那么晚干嘛呢 我也不耽误明天的事 对吧 然后他就不行 直接啪 把我电脑关了 我朋友就坐在我旁边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有没有给我留点点 女朋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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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女朋友重要 你还打什么游戏啊 就是呀 还跑 跑哪儿去了 跑 我跑去了 带着女朋友一起跑的 没有 我一个人走了 我当时 不是没面子吗 你不带朋友走 你自己走 不更没面子吗 当时我觉得 他没有给我留余地 一点面子都没留给我 知道吗 我接着问啊 你们俩别说了 你们俩这事 我已经听不下去了 他平常对你好吗 姑娘 也有他对我好的时候 但是基本上 我俩现在就属于 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你们俩谈恋爱多久了 一年多了 你烦他吗 有时候很烦 什么时候你烦他 就是我之前说的 因为我跟他说的很清楚 你不希望他管你 有一点点 希望他能尊重你 是这个意思吧 对 你希望他要听你的 是吧 就你起码要接纳我的想法 你要觉得我这个想法不对 你当时就要跟我说 你不要事后跟我找邱障 那你这次来希望怎么样呢 我就希望他能把他 就我刚刚说的那毛病改了 啥毛病 你再给我们总结一下 事后算邱障 然后我觉得他不够关心我 让我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 游戏永远比我重要 我没看你哪个同事 他老公或者是男朋友 天天下班来接的 不就我一个吧 他们不是有电名车吗 我有吗 现在外面共享男车 一块钱或者三块钱是电动的 对吧 我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啊 关键是我下班那条上的那么黑 我怕黑你又不是不知道 来接我一下 怎么又不耽误你第二天上班 我拦你一句啊 你愿意去接他吗 愿意啊 我问你啊 他天天这么接你 你心里一点感动都没有吗 是感动的 但关键是你每次来接我的时候 就摆脸色给我看 我什么时候摆脸色给你看了 老实说 那我那次送你上班 你还摆脸色给我看 我两点多钟 他下午上班 两点多钟 你还好意思说这一句 我去送他上班 我送他到店里之后 他不给我走 就一直叫我在店里 一直陪着他 我就在那干坐着 一直坐到九十点钟 他下班 然后我们才一起回到家 为什么你自己心里 没点数吗 为啥啊 还不是因为他前一天的时候 跟朋友回了趟老家 都不跟我说一声 都不打声招呼 人在车上就说 我怎么没跟你打招呼 我回六安了 那你做决定之前 不会先问问我吗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那你都人已经在车上了 好不好 你人都在车上了 你再跟我说有什么用呢 那你意思就是不给我走了 不是啊 你做决定之前 不能先问我一下吗 我不是再跟你说吗 你都走了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呢 当时人在车上 我刚刚才没说起 那就是永远都这样 你们俩真会抬杠啊 姑娘那你是让他回的 还是不让他回的 我是让他 我是可以让他回的 让他回不就完了吗 你开开心心说一句 路上注意安全不就得了吗 当然我气的是 他这个态度 你要回去 你做这个决定之前 你能不能先问问我 你觉得他不尊重你是吗 对 我也打电话跟他说了 你们俩在一起累吗 我觉得有点累 但是他基本上说什么 我都按照他说的去做了 你们俩都怕彼此管着对方 或者都觉得对方管着自己 分开不就都自由了吗 干嘛非要这样呢 觉得毕竟已经在一起一年多了吗 你可别凑合姑娘 不会凑合 就能走下去是最好的 毕竟我这个人 他是我初恋 你今天为什么陪他来啊 今天他就又要吵又要闹了 那我也没办法 基本上就是他说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了 你也觉得心里苦是不是 对 你的苦是觉得他管你太多 太细了 是这个意思吧 对 你的苦是觉得 这个男生有的时候不尊重你 我觉得他不够尊重我 没有给足我一个安全感 听得已经差不多了啊 这段感情到底 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 我相信老师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新阳美容APP 秋笔特问卷 小张你好 你好 你早上吃的什么呀 洗饭跟包 你早上吃的什么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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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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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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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很多事情都跟你说了 我只是想 你有时候能站在我的立场上想一想 为我多考虑考虑 多站在我的立场 考虑考虑就行了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索视听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就在一起 谁让我们相遇 啊 啊